我们从内心里面在一直给他回向 希望他哪一天了解六道轮回的道理 对不对 进一步得到救进 但是你要找救进 你不能说就断了世间的这些方便 所以各位就是求法不求圣 你不能说我佛法比你好 那你就没进步的空间 所以只要任何的 任何的教派南传佛教 像我一月份要去南传佛教 我会去参访善知识 泰国的善知识 缅甸的几位大善知识 当地的人给我推荐了 我们去学学他们的一些利益众生的方法 求法而不是说我赢过你 我来跟你比赛 对不对 看谁的教法好 这一点很重要 第二恭敬心无骄慢 所以各位我们面对别人不要觉得说 我是谁我是谁 所以我就比你高一点 我想众生都是父母亲 我们要去感谢对方 感谢对方 但是尊敬对方你才可以学到他的优点 心无骄慢 三者唯求法力不求显现 我们希望得到佛法的利益来帮助别人 而不是说我要去表演我自己特别厉害 那你要让对方的优点在你面前凸显出来 你才可以学嘛 活到老 学到老 这一点我师父特别强调 任何国家 不分宗教 你都要去跑 去学他们的优点 去学他们的优点 他们在唱那个天主教的那个 我也在那边念 因为我念的是大悲咒 但是我声音要跟他们一样 那就OK了 对不对 对方也觉得你很虔诚 对 我记得我到法国 我要进去带一团人去念 那警察就不高兴 他说看的样子你也不是天主教徒 然后我说没有 我们真的是进去里面祈祷的 警察就跟在后面 我们这群人可认真 他们念我们就念 念的不一样 声音一样就好了 很虔诚 那个警察说不错 下回再来 因为我们真的祈祷他们可以升天 对不对 唯求利益对方 而不是说我希望你们变为佛教 对方 没那个想法 教堂里面有一些骨头 往生者 每一个都虔诚 帮他们念一念 先世者他们愿升天得升天 哎呀 愿上帝的加持 上帝是梵天 对不对 那搞不好是菩萨 所以各位要这样 再来 教人善法 不求名利 就是希望对对方有帮助 而不是凸显自己 所以 好 我们翻过来 翻过来 对不起啊 二十四页倒数第三行 看重点 来 犯天菩萨有识法 与主佛法得不退转 何等事 一则受无量生死 二则供养不量诸佛 三则修行不量慈心 四则信解不量佛会 事为事 所以我们去极乐世界 目的就是希望哪一天 我们可以受无量生死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 赠得无我福分别的空性 生死如梦 那轮回度众生 就变成我们最大的好处了 所以那时候轮回就变成 最快乐的净土了 所以各位要 要有这个决心 受无量生死 才能够广度众生 累积功德 二者供养无量诸佛 到极乐世界 就是要供养无量诸佛了 千万 千万不要说 我是拜这尊佛了 我对其他佛没信心 千万不要这么说 行结千佛万佛 每一尊佛都有它不可思议的加持 所以以前有发给各位 八十八佛各有什么功德利益 那各位呢 为众生而念 三者修行无量慈心 所以各位要观修 念一下 你要观修六道众生 各个离苦得乐 你要这样修无量心 这无量里面不能有一个恨 不能有一个恨 这个人一直找你麻烦 你要特别观修 特别对他好 特别对他好 而且故意去面对他 不要激贤过去 过年快到了 赶快记一张 趁圣诞节给他一张圣诞卡 对不对 过年给他一个春节贺卡 你要借这个机会 对不对 借这个机会 像我这一次我师父舍抱 我就见到几个 看到我懒得理我的 是兄弟们 那我这个人都忘了 过去 哈喽你好你好 这事情该过来 当做他没恨我 这样 忘了他在恨我 这样 对不对 然后有什么事 跟他推一下 慢慢不讲话就讲话 就OK了 因为他不是对方坏 是因为他 大家心里有个挂碍 对不对 因为我先突破了 他就会突破了 过去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最重要 希望他身体健康 各位要养成这个个性 不记仇 要修无量 慈 慈什么叫慈 你要想办法给对方快乐 试着信解无量佛会 所以各位不要以少知足 佛一切种子骗之三世骗之 那你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我刚刚讲的 每一个众生身上的能力优点 你都学 蟑螂 蚂蚁 黑人 白人都有优点 所以有时候我看到黑人很羡慕 怎么拍也不会 对不对 做黑人还有好处的 不怕太阳 我们这种黄种人可怜 又怕冷又怕太阳 对不对 白种人不怕太阳 黑种人不怕太阳 就黄种人怕太阳 我们出去还拿衣扇 师父你跟我们遮阳神 这反光很痛苦啊 没办法 所以他们各有优点 再来 最后二十五页 第一行 犯天菩萨有事发 不断佛佐何等事 一则不退本愿 二则言必施行 三则大欲精进 四则身行行与佛道 是为菩萨有事发 不断佛佐 最重要这句话 不断佛佐 不能够让佛法断掉 不能够让成佛的这种因缘断掉 释迦牟尼佛成佛 目的只要让无量众生 一直延续一直成佛 所以我们也要承接成佛的种子 我们也要答应佛陀 各位将来成佛好不好 这是对佛最大的供养 发菩利心成佛 让佛放心了 让佛放心了 那佛就可以到更大 他方世界去帮助众生了 所以各位如何不断佛种呢 第一个不退本愿 本来你发愿要如何度众生呢 永远记住不要退转 而且各位 看到一个因缘就发一个愿 记住这句话 要发无量愿 你就有无量光 看到老人发愿 愿所有老人我有能力照顾他 愿所有老人我成佛以后 所有人都不会老 我所有的能力能够帮助对方 看到一个小孩 看到人跌倒 看到人家夫妻吵架 愿所有吵架的人 看到我都不会吵架 为了如此 我要如何如何 那你要一直发愿 愿我将来所生的世界 女人都没有妇女病 好不好 那就是这样 那不动佛就发这个愿 文殊菩萨也发这个愿 女人没有妇女病 这个世界没有魔鬼 然后你只要看到一个境界 因缘就是老师 但是你发的愿 你要永远去做 第二 就是言必施行 所以你讲了 要做 心口如意 不能喊狼来了 是不是 你一讲 你就一定要去做 第三个 大愿清净 这个愿 是一种意志力 你所发的愿 你所讲的话 要更快的去圆满 所以我认为 这个世界上成功的人 你注意看他 精力充沛 精力充沛 什么是充沛 他都精力充沛 不会懒懒的 不会袖手旁观 大愈精进 适者身心形移浮动 不是光外表 内心里面 真的从内心里面 所做的一切 都是要圆满菩提经的 帮助众生成佛的 这样就能够不断浮肿 来 各位请翻到 57页 57页 倒数第三行 那释迦牟尼佛 他讲各种的方法 包括极乐世界 都是一种方便 透过这个方便 希望众生导到 究竟的空性 但是离开方便 离开供花 离开放生 那你也找不到究竟 所以佛陀会讲出 各种的方法来说 但是有的方便以后 你不能执着在这个方便 重点要有空性的超越 不思而不执着不思 而超越了不思波罗命一样 但是我们必须从这个方便 这个次第去做 所以这一段非常重要 大家念一下 来 世尊何谓方便 佛爷如来为众生说 不思得大富 持戒得升天 人禄得端正 经济得具足功德 禅地得法喜 智慧得舍诸煩恼 多闻得智慧故 行时善道 得人天福乐故 慈悲喜舍 得身范世故 禅地得如实智慧故 如实智慧得道果故 学地得无学地故 辟知佛地得消诸供养故 佛地得无量智慧故 涅槃得灭一切苦恼故 好 那后面 除了这个方便 就进入如实法 有而不执着 但是你必须从有去做 所以 我们解释一下方回来 世尊什么是方便呢 佛爷如来为众生说 第一个 布施得大富 所以各位要藏布施 布施钱 布施时间 做义工 就像我一直发给各位东西 各位 这也是布施 你可以送给别人 师父昨天拿过了 你太自私了 替别人拿一下 就送给人家 你拿了香 这个对对方有帮助 这里面有药 甘露 对方点一根消病苦 布施的方法 所以等一下会发给各位 然后呢 今天还准备一个烟供颅 对吗 来吧 要拿出来 所以要特别送给义工菩萨 等一下再拿好了 不要白做义工 但是各位拿了颅要干嘛 做烟供 这个颅不是供在佛前 是叫你放在窗户旁边 这个烟供 上供 下施 希望大家 读布施 第二 持戒得升天 所以各位 布施得大福 受无戒 哪怕受无戒都有升天的功德 第三 忍辱得端正 你的外表会很端正 不爱生气 好不好 别人找你麻烦骂你 你才可以长得好 忍辱得端正 精进得记诸功德 那你不精进 那你布施 持见 人路都做不好 所以道理懂得要去实践 禅定得法 禅定就是你能够调伏你的心 专心 专心读地藏经快不快乐 专心念大悲之后快乐 这个都是一种禅定 智慧得舍诸烦恼 智慧就是了解真相的意思 你看到万法的真实相 就是你要去分析 什么叫智慧 对 你拿到这个炼诸物你要分析 它只是线啊 这些都会变的组合 所以它是本体是空性 那是怎么去用 来给我 好漂亮喔 来 感谢我们义工啊 对不对 然后呢我特别在尼泊尔做的 我也会留一百个给我们开祥法师啊 感谢此地七天佛妻的义工菩萨 然后呢做烟供 每天就点一两支香啊 让新加坡冒烟啊 而且这个烟供不是光供佛啊 下师众生嘛 你会念念烟供遗鬼啊 所以这次啊 带来五百个 要跟义工菩萨 结缘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念一下 十轮金刚 所以这次十轮金刚大法会啊 这个只要放在那边 哇 比八卦还厉害啊 放在车上啊 一切吉祥 但是这个只有 只有四百个 所以我会留两百个给我们开祥法师 看哪一个念佛没打瞌睡的 七天都有来参加的 就送给他 两百个送我们 生命协会义工 好不好啊 谢谢他们啊 因为明天开始他们还要忙啊 明天 今天晚上传习法师又来了 哎呦五六天 我元月份要来 下回你会讨厌我 海涛法师 慢点点来了 我们烦死啊 所以有十轮金刚 我一直逢迎拔劫各位啊 但是这个十轮金刚不得了 每一个上师都有口传的 他们藏人有个习惯 这一辈子能够参加 三次十轮金刚灌顶 保证不堕落三额岛 往生香巴拉净土啊 我才两遍插一遍 所以那个十轮金刚的灌顶 这也是成佛的方法 虽然各位没灌顶 至少放在十轮金刚加持 这里面叫十项自在 你上网可以去查 每一个标志代表什么意思 所以我今天没时间解释 好 再来 多闻得智慧 最后一行 所以各位要多听闻佛法 多看佛经得智慧 行识善道得人天福报 念一下 身体来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嘴巴是一样 不骗人 不骂人 不说是非 不讲没意义的话 心里有三条 不谦贪 不称慧 不愚痴邪见 如果你行识善道 升天 人天福报 慈悲喜舍得身犯事 你以上都做 再加上行识善道 再加上你修慈悲喜舍 事无量心 你就到上帝的天 那意思 那叫生犯事 翻过来 禅定得如实智慧 所以各位如果你能够 思维 打坐 专心 那你就可以看到真相 不会被骗 如实智慧得道果 那如果你有看到真相的智慧 波罗波罗蜜多 那你就可以得到解脱的果报 那是成佛的果报 看你是发哪一个心的 得到这个道果 学弟得无学弟 那你必须从有出果恶果 那是从发菩提心 一步一步 最后而达到圆满 辟之佛地得消诸供养故 如果各位能够体悟因缘所生法 那是十二因缘法 哇 供养你都有功德啊 所以各位要去思维十二因缘法 佛地得无量智慧故 所以我们要追求成佛 那无量智慧才可以帮助无量众生 断除无量烦恼 所以涅槃得灭一切苦恼固 如果你内心里面安住空性 不起贪嗔痴 那一切对你来讲 都无有分别 好 现在请翻到 五十九页 就是隔壁了 倒数第二行 这个我就 什么叫大碑呢 所以这部经很好 什么叫方便 什么叫大碑心 佛陀解释得很好 那今天我们又讲到的是空性的部分 那个我也搞不清楚 所以我也讲不好 所以但是至少 这里面佛告诉我们什么是大碑 我们念几段 来 好 解释一下 一切法都没有永恒存在的自信 它只是一个一缘合合暂时存在的 但是每一个众生都觉得我是蚊子 我是人 我是男人 对不对 我是董事长 他觉得就像一个女人说 我很漂亮 他也知道这个漂亮再过三十年就不漂亮 只能是有漂亮的相片而已 但是我们都觉得他有一个永恒不变 但是众生一直觉得有一个我 而且不相信也不了解 都说有一个我在生 我在灭 有一个我词 所以如来看到众生如此而生大悲心 各位你要学佛 怎么会生大悲心 众生没有空性 不信因果 所以我们要生起悲心 为他念心经 你不能说他们很麻烦 不行 所有众生哪怕他已经在做皇帝了 做董事长了 他还是在凸显自己 还有一个强烈的我词 所以我们不能排斥嘴巴还要生起悲心 第二 一切诸法无众生 而众生所有众生 如来与其而生大悲 所以每个人都觉得 我是男人 我是女人 我是熊 有众生相 明明他只是一个战时的外表 各位 人 鬼 动物 他只是一个夜暴相而已 对不对 本体都是平等 但是因为众生有执着 就像狮子看到狮子不会咬 狮子看到羊要咬他 对不对 狗喜欢狗 狗不喜欢猫 所以现在网路上有那个猫喜欢老鼠的 这个叫没众生相 我们看了就很温暖 第三 一切法无寿命相 而众生所有寿命 如来与此而生起大悲 每个人都希望活到六七十岁八十岁 对不对 那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战时的 所以如来生起大悲 跳过来好了 倒数第三行 下面 来 一切法离懒 而众生有懒 如来与此而起大悲 懒就是贪欲懒着 我喜欢这个 我不喜欢那个 所以众生有这个喜欢不喜欢的懒着 那就会很痛苦 所以如来看到众生在起贪欲之着 哎呀 生起悲心怎么样帮助他 第二 来 一切法离称 而众生有称 如来与此而起大悲 所以一切法难有所谓称慧 这种东西存在呢 没有排斥 一切法不够不敬 不争不减 不生不灭 但是我们很喜欢分别 这个喜欢 那个不喜欢 所以有称慧心而造业 所以如来看到众生有称慧心 这个执着而生起大悲 所以各位 别人在生气你不要骂人 因为你要用悲心 黑暗要给予光明 一切法离痴 而众生有痴 如来与此而生起大悲 有执着啊 认为他是永恒不变啊 所以请看到六十一页 倒数第七行 第六个字 念下来 世间常共称恨真净 如来与此而起大悲 这个世间就是这样 大家骂来骂去 你做总统也要被骂 你做法师也要被骂 对对错错 你做什么都要被骂 称恨 竞争 所以如来看到这个世间这样 不要批评 而生起大悲心啊 多年欧妈你别命哄啊 解冤奏啊 都可以 再来 世间邪见颠倒 行以邪道 欲令助于正道 如来与此而起大悲 大家不相信因果啊 认为杀生是 好像对 我们放生是错 还要你允许杀生就不用允许 但是很多都是如此 所以各位你要生起悲心 再来 所以世间人都在追求欲望 吃啊 穿啊 房子啊 这些享受 滔田 无有验足 互相熬夺 甚至买十万呢 最好卖二十万出去 太好了 对不对 就是占人便宜 所以佛陀要 欲令众生助于圣采 信心 持戒 多闻 布施 智慧 这个才是真正的功德法采 所以 但是世间在追求世间的名利 所以如来而起大悲 这一句话跟各位都有关系的 再来 众生是产业 妻子恩爱之仆 于此为翠之物 身兼顾想 欲令众生知悉无常 如来于此而起大悲 所以众生为了他的房子 土地啊 先生 太太 儿子啊 恩爱的仆利 那就是说成为欲望的奴隶啊 每天在追求这个 明明这个是变化无常 危险脆弱了 而生起了坚固 所以他一变化他会受不了 所以欲令众生 知道你所执着的这些产业 妻子 恩爱 都是变化无常 所以如来于此生起大悲心 我们要对别人的执着生起悲心 来 再念一段 众生生为怨贼 贪着养育 以为亲友 欲为众生做真知事 令必众苦就近涅槃 如来于此而起大悲 这个身体啊 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啊 他让你酸 让你痛 让你病啊 但是众生就认为说 这个身体是我最好的欲望朋友 享受感官啊 表现身材啊 所以佛陀为了让众生了解真正的 所以让他们必尽 脱离痛苦就近涅槃 所以要显现给他们看 出家 修苦行啊 等等 所以如来于此生起大悲心 那我想没有讲完 因为有三十二种慈悲 我只是跳了过来讲 请翻到九十二页 九十页 所以九十页的第六行中间那一段 很简单 念一下 于是网民菩萨白佛爷世尊 若有菩萨希望功德力 而发菩提心者 不明发大乘爷 所以发大乘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利益众生 而不是说我现在这样去做 我就可以富贵啊 升天啊 有这种自私的功德利益 那说你是发菩提心 不教 大乘佛教 所以九十一页 最底下佛言 来 第一行 是善男子 菩萨若生转轮圣王家 不明家亲近 若生帝世中 若生犯王中 亦不明家亲近 在所深处 难是畜生 自不退失善根 亦令众生 生诸善根 是明菩萨家亲近 又网民 慈是菩萨家心平等故 悲是菩萨家身心念故 喜是菩萨家身法喜故 舍是菩萨家离贪着故 不舍菩提是菩萨家 不贪身闻辟之佛地故 所以我们要出家 出家的意思不是说 不见得是外表 不要去执着这些明文立养享受 菩萨真的的家是慈悲 是利益众生 是追求菩提 这才是菩萨所安住的地方 各位请翻回到三十二页 我跳了一段 这些也很重要 重点 请各位看到第六行 三十二页第六行 于是施意梵天白佛言 世尊谁应受供养 佛告梵天不为事法之所谦责 世尊谁能消供养 佛言于法无所取者 世尊谁为事见福田 佛言不坏菩提信者 世尊谁为众生善知事 佛言于一切众生不舍持心者 世尊谁知报佛恩 佛言不断佛种者 好 所以第一句话 梵天问佛 谁才是应供 应该接受供养 佛作说 不为世间法所牵着者 那种清净的人 就像出家人 阿罗汉第二世尊 谁能消供养 被供养 而且能够把这个供养 能够不会欠对方债的 可以这么说了 于法无所取者 不所执着的人 那一切法皆平等 毕竟平等 无有分别 不执着了 可以消供养 谁是世间的福田 不坏菩提性者 所以各位要安住在 我们是叫无自性 但是无自性呢 什么叫我们的如来本性呢 那菩提心是我们的如来本性 叫佛性 所以各位要永远不离开菩提心 那里是世间的福田 只要供养你一碗饭 超过供养世间所有出家人一样 世尊 谁为颂贞 众生善知识 福田 于一切众生 不舍辞心者 所以各位这些你要去分别 你要去接近善知识 如果这位老师法师 他对这边好 对那边不太重视 那就还不是善知识 善知识是平等的大慈 平等的大悲 世尊 谁知报佛恩 就是发菩提心 不断佛种者 我要成佛 我要让更多人也成佛 所以呢 那这个不断 这才是真正在报佛恩 继续念 世尊谁能供养佛 佛也能通他无声济诊 世尊谁能亲近佛 佛也乃至师命因缘 不悔尽者 世尊谁能恭敬于佛 佛也善父六根者 世尊谁名财富 佛也成就七才者 世尊谁名知足 佛也得出世间知会者 世尊谁为远离 佛也于三界中无所愿者 世尊谁为具足 佛也能断一切诸结识者 世尊谁为乐人 佛也无贪着者 世尊谁为贪着 佛也知见无因者 世尊谁度愈合 佛也能舍六路者 世尊谁住彼岸 佛也能知诸道平等者 世尊何谓菩萨能为师主 佛也能教众生一切自心 世尊何谓菩萨能奉敬见 佛也常能不舍菩提之心 世尊何谓菩萨能行忍入 佛也见心相念念灭 世尊何谓菩萨能行精进 佛也求行不可得 世尊何谓菩萨能行禅定 佛也能处身心出向 世尊何谓菩萨能行智慧 佛也于一切法无有戏论 世尊何谓菩萨能行慈心 佛也不生众生祥 世尊何谓菩萨能行悲心 佛也不生法祥 世尊何谓菩萨能行喜心 佛也不生我祥 世尊何谓菩萨能行舍心 佛也不生彼我祥 世尊何谓菩萨安住于性 佛也信解无着法 世尊何谓菩萨安住于空 佛也不着一切语言 世尊何谓菩萨名为有禅 佛也知见内乏 世尊何谓菩萨名为有愧 佛也舍于外乏 世尊何谓菩萨谓菩萨遍行 佛也能尽身口一夜 好 重不一动要 各位好好去思维这个道理 今天没时间讲 至少我们抓到重点了 请翻到九十九页 每一个菩萨 他怎么修行的 那这里面很多菩萨 借这个机会 来跟现场的包括文殊菩萨 讲出他们是怎么修行的 怎么样的方法来利益众生的 以及他因地是怎么发愿 成就这个功德 而成为菩萨的名字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请翻到九十九页的第四行 等行菩萨 他是怎么修的 二十等行菩萨白佛言世尊 所言菩萨 菩萨者为何谓也 佛言善男子 若菩萨于协定众生发大悲心 于正定众生不见书意 故言菩萨所以者何 菩萨不为正定众生 不为不定众生故发心 但为度协定众生故而起大悲 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故言菩萨 所以不管正定协定 特别对于有协知协见的 生起大悲心 而且愿为他们成佛 愿待他们成佛 所以他叫等行菩萨 第二尊 二十菩提菩萨白佛言世尊 我等亦乐说 所以为菩萨 佛言便说 菩提菩萨言 譬如男子女人 受一日戒 无悔无缺 若菩萨如是从出发心 乃至成佛 与其中间 常修尽行 世明菩萨 所以各位 你受一日一夜 八观再见 你都会 现在怀的菩提心 受一日一夜 八观再见 那如果你把这个 发菩提心 一日一夜 受八观再见 成为永恒 你天天都这样修行 保持六念 保持慈悲心 那你就是真实的菩萨 再来 也就是说 什么叫生故 你这个人 没有诚恨心 没有坚贪心 你唯一存在的 就是一种慈心 要众生离苦的 生就是往内 故就是永恒不变的 因为就像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的特点 就是慈心 所以他就有慈心的世界 再来 所以各位以后 你要站在 人最多的十字路口 每一个走过去 阿弥陀佛 他骂你你也阿弥陀佛 他讲阿门 你也阿弥陀佛 但是你不见得要讲出神 意思是说 你对待每一个人 都希望踏过你的头 你成为他们的桥 成为他们的船 就让他们离苦得了 过河 好坏 给钱没钱 黑的白的 骂我恨我的 无有分别 都希望他们能够发 那这个就是杜众生菩萨 再来 断恶道菩萨言 若菩萨余诸佛果 举头足之处 即使一切恶道皆灭 世民菩萨 就像大四肢菩萨 你脚一踏下去 各位你明天坐飞机去 去哪一个国家 一踏下去 那个国家三恶道超度 你要有这个 足力 所以佛叫两足尊 你有这个悲心愿力 所以你走到哪里 那个时候的痛苦都没有 就像你是一盏灯 你这个灯够亮 你走到哪里 黑暗都消除 所以你要 加强自己的力量 叫断恶道菩萨 所以各位这些菩萨 你都可以念的 你如果知道那边有恶道 你就一心其形 断恶道菩萨加持 断恶道菩萨就会 就来了 头子之所恶道就消除了 再来 观世音菩萨言 若菩萨众生见者 即时必定于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又称其名者得免众苦 施名菩萨 所以这是观世音菩萨的愿 你只要念观音菩萨 痛苦消除 你只要多看观音菩萨 不退菩提心 所以各位你要常做观音菩萨 跟人家结缘 我是相片 我牵手牵眼 见即发菩提心 听即离苦 意念就断餐成词 礼拜就能够满怨 所以我每次来我们 竹林寺就会经过电梯 就看到抱着小孩的 送子观音我就一直拜 不是我要儿子 是众生都得到佛子 对不对 所以人家找我师父 不会生小孩 我就观想我是送子观音 真的你要会生 你要不生还怪我 所以我修的不好 而且要送要送好的 所以送那个发菩利金 所以满众神愿 所以就产生不可思议叫大势力 大力一几手 魔攻黑暗三恶道消除 大师之菩萨 来 无疲倦菩萨言 若恒河沙等节 为一日一夜 一世三十日为一月 十二月为岁 一世岁数 若过百千万亿节 得知一佛 如是与恒河沙等佛所 心诸犯恨 修极功德 然后受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计 心不休息 无有疲倦 世明菩萨 所以百千万亿节 才能够碰到一个佛 但是他永远这样子的精进 在修行直到最后成佛 乃至碰到一个佛 给你鼓励受祭 永远不退转 你要等到下一次要百千万节 才碰到一个佛 在中间他还是在精进 所以叫心不休息 再来 道是菩萨言 若菩萨于堕邪道众生 生大悲心 令入正道 不求恩报 世明菩萨 虚弥善菩萨言 若菩萨于一切法 无所分别 如虚弥善 一于众色 世明菩萨 那罗言菩萨言 若菩萨不为一切烦恼所坏 世明菩萨 心立菩萨言 若菩萨以心 思为一切诸法 无有错妙 世明菩萨 师之由不自在 菩萨言 若菩萨于足论中 不步不畏 得身法忍 能使一切外道部位 世明菩萨 不可思议 菩萨言 若菩萨 知心相 不可思议 无所思为分别 世明菩萨 善及天子言 若菩萨 能于一切天宫中身 何无所染 亦不得是无染之法 世明菩萨 实欲菩萨言 若菩萨有所发言 常以真实 乃至梦中 亦无妄于 世明菩萨 喜见菩萨言 若菩萨能见一切色 皆是佛色 世明菩萨 这个很重要 你不管走到哪里 你都要把当场观想成为佛的净土 能见一切色物质 都是佛菩萨的显现 那这样你的心就很快乐 要喜见菩萨 再来 常参菩萨言 若菩萨见度生死众生 其心不乐 世间诸乐 欲至度己身 异度众生 世明菩萨 心无爱菩萨言 若菩萨与一切烦恼众魔 而不称爱 世明菩萨 所以你看到有人又在起烦恼 生气了 你看一心七心 心无爱菩萨 加持他 因为心无爱就是修这个而成就的 那这个来对峙对方 再来 常喜根菩萨言 若菩萨常以善根 致满其愿 一满他愿 所作接伴 世明菩萨 善以女菩萨言 若菩萨于一切法中 不生以悔 世明菩萨 狮子同女 菩萨言 若菩萨无男法 无女法 而现种种色身 为成就众生故 世明菩萨 所以你看到这个男人很爱帅 这个女人很喜欢装扮 就是男女相太重了 那你就要念这一尊 狮子同女菩萨 或是你自己执着自己是男相女相 很执着的 那你要念这一尊菩萨的名号 然后自在超越男女相 你看到你老婆很喜欢买传戒 你要多念 那么我保女菩萨 他只喜欢收集三宝 他不喜欢世间宝 所以你要对峙自己 要帮助对方 来 好 所以各位 虽然他显现居士 就像唯摩杰居士 你只要念唯摩杰居士的名字 他就不会退转了 就像念这个巴托波罗居士的名字 世上他们都成佛了 要是藉由他的名号 不会退转 好 我们跳一下好不好 时间到了 我可以讲到十二点的 你们不行而已 你们有家 请翻到一百七十五页 快快快 快讲完了 不要一直看手表 这一部经很重要 你看到这一部经 保证成佛 上面写的 来 倒数第二 一百七十五页 倒数 一七五 念一下 二十会中 有天子 名 敬相 为师意 犯天 若有 但闻 此今 佛 不与 受记者 我当 受其 阿尿 多罗 三秒 三菩提计 所以 则和 此今 不破 因果 能生 一切 善法 能幻 摩月 离诸 真爱 能令众生 心得 清净 能令信者 皆得 欢喜 除诸称恨 好 所以 这一位天子 虽然他是天子 叫敬相天子 他告诉 诗意犯天 就像各位 我们现在在 讲解 听文这一部经 如果佛 不给他授记 他将来成佛 这一位 敬相天子说 我就会受他 定成佛 那事实上 这一位敬相 早就被授记 成佛了 所以 意思是说 他讲的是真的 你只要去读 这一部经 所以佛陀说 这个敬相天子 早就得法人了 将来在什么世界 成佛 我就要讲的是 这个意思 这里面有一个 很重要的咒语 整部经 有一个很重要的咒语 请翻到 一百七十九页 这个很重要 一百七十九页 我们修行 还是会有障碍 魔 鬼 来障碍 那佛陀说 你真的要发菩提心 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 你最好会念这个咒 这个叫什么 来 召请诸神 护持咒 就是你可以召请 所有护法天神 来护持你 护持法会 所以佛陀特别 因为你越发菩提心 你越想利益 这种神 魔鬼越要干扰你 所以一定要念这个咒 念一下 倒数第五行 二十福告文书 事例 如是如是 如今善听 欲令此经 久住故 当为如说 遭诸天龙 夜叉 钱大伯 揪盘图 等咒术 若法师 诵词 此咒 则能 自诸天龙 夜叉 钱大伯 阿修罗 家罗罗 锦纳罗 魔侯罗且 等 常随护之 事法师 若行道路 若失道时 若在聚落 若在空邪 若在身房 若在厌世 若精行处 若在众会 是诸神等 常当随事 为护 一期勒说 便财 若父为座 兼顾意念 惠丽因缘 不有怨贼 得其辩者 时事法师 行律坐卧 一心安详 好 所以 不分在家出家 你在 发菩提心 或者是读诵 这部经典 如果你念这个咒 那些天龙八部 卫护你 而且你呢 要说辩才 口才好 再来兼顾的 记忆 正念 智慧的力量 无有怨结来干扰你 所以你在任何时间行住坐卧 能够一心安详 所以这个咒很重要 各位念一次 来 接下来 这个咒 谙 atan 你你 你 你你 你 喵破裏 为道理 剧球 阿难米 切地 摩西里 摩那虫 摩尼 不后前地 沙波罗地 罗破破解地 心头里 那么佛陀 这里地地 那么达摩 你家脱米 那么深切 河西陀 河西陀 皮泡山陀米 沙波婆婆 米尼迪 米尼迪 米封迪 米封迪 沙子迪迪 斯法兰摩婆 斯多尼 利斯匹 菩萨多 阿多罗提陀 皮泡婆婆 多吉拉 那么佛陀 西山陀 曼陀 曼陀 不会很难念 各位多念几遍 谁会背颁奖 因为我们不会背 你会背 你坐在旁边 帮我们念一念就好了 意思是 互乏神加持 增加你的智慧 增加种种 这个要守护 而且问题是很重要 如果你要念咒 佛陀特别讲 那你要怎么样去修 那这个咒才会相应 而不是说我会念咒就算了 但是佛陀说 在181页第一行下面 此中助招一切诸神 南无诸佛当成就是咒术 文书势力是为咒术章句 若菩萨摩佛萨欲行此经者 当诵词此章数咒句 那怎么做呢 捏一下 因异心形 不调戏 不散乱 举动静止 悉令静节 不虚于识 少欲知足 独处远离 不乐愧闹 身心远离 常乐慈悲 以法喜乐 安住食欲 不欺狂人 贵于坐禅 乐欲说法 行于正念 常理贤念 常乐妥妥细行之法 于得不得 无有忧习 去向涅槃 未言生识 等心真爱 离别异象 不令生命 及一切物 无有贪惜 未以成就 常乐慈见 忍入条楼 以恶眼能人 颜色和悦 无恶之容 先易问讯 除去交曼 同心欢乐 特别后面几条 不思慈见忍入 你都要做到 而且要做到 颜色和悦 无恶之容 不要耍脸色给人家看 无论如何先打招呼 不要骄傲 希望大家快乐 如果你能够这样做 来念这个咒 现世就得十种力量 念一下 文说事理 此诸法师 行如是法 颂世咒树 基于县世 得十种力 何等为时 得念力 不忘思故 得慧力 善者法故 得行力 随经义故 得坚固力 行生死故 得惭愧力 互比我故 得多文力 聚足慧故 得陶罗尼力 一切文能持故 得要说便利 诸佛护念故 得生法力 聚武通故 得无生忍力 素得聚足 撒婆若故 文书施令 若法师能助世行 诵词咒树 现世得世实力 好 最后请翻到191 那佛陀教我们 多读这一部经 各位你没时间 一天读几品 一天读几品 看不懂的读过去 看得懂的拿去做 然后那一天再回头 很多你就都看得懂 因为你宵夜这样 智慧开了 你就知道那什么意思了 191页 来 念下 阿难白佛爷 世尊若能诵此诗经 读诵解说 得己所功德 佛告阿难 随时经所有文字 张智之术 尽受以一切乐趣 供养而所诸佛即生 若能乃至供养事经觉 恭敬尊重赞叹 祈福为胜 世人献世得十一功德之障 何等为十一 见佛障得天眼故 听法障得天耳故 见身障得不退转菩萨身故 无尽财障得保守故 色身障聚三十二相故 眷属障得不可坏眷属故 所谓文法障得陀罗尼故 意念障得勒说辩故 无所谓障破坏一切外道论故 福德障利益众生故 智慧障得一切佛法故 所以如果你能够多读读经 超过你供养所有佛 所有出家人的功德 所以而得到了十一种宝障 所以建佛障 听法障 健身障 等等 包括眷属障 意念障 福德障 那你就充满了福德 功德 你要开几个医院 你要盖几座寺庙都没问题 智慧障 你得所有的佛法 所以 智慧障不容易 最后念一下就圆满了 一百九十二页 一百九十二页 中间 第一行下面 念完了 来 佛告安安 此今名为设一切法 一名庄严诸佛法 又名诗意犯天所问 又名文书事例论义 当奉此之 佛说是今以 文书事例法王子 其诗意犯天等行菩萨 长老摩合家设 慧命安安 其诸天众一切世人 受此佛语 皆大欢喜 我们把经理念三遍 好不好 在最旁边的小字 来 诗意犯天所问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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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今天的功德 过去所做的功德 今日宇宙的功德 未来将做 乃是随喜的功德 皆融入 大家把这个回向文念完 圆满今天功德 来 愿意是功德 同身净土的回向记 愿六道有情 所有往生者 参加人等 冤亲在主 父母祖先 现场所写 往生排位 法位内外 忽魂有情 同享功德 同身净土 念回向记 愿神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物无声 不对菩萨为伴于 第三句回向 一起念 愿意持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再来回向现世者 因为我们开箱法师 健康 弘法事业成就 竹林寺重建 快速成功 好不好 只要大家捐钱 哪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福报答 你捐在这边 舍一得万 但是因为竹林寺 是代表观音菩萨的精神 所以我们开箱法师说 我们竹林寺 在新加坡办活动 排第三 明年开始就排第一 每个月都有大活动了 为什么 为了竹林寺的重建 能够有一个观音道场 让大家来修学 所以我们都随其功德 也愿我们开箱法师的 利他事业成就 在新加坡开竹林寺还不够 下回到国外开竹林寺 观音道场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回向 也回向大家的父母 六亲眷属 家庭事业 所有病苦者 同享功德 来 愿小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瞭 不愿栽赃兮消除 世事长行菩萨当 花开花怒 有一年人生一年 有一年人生一切 如梦昂昏远 远过无恨一切国 一心念佛 佛现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淘法师红法行程 12月18号星期一 至12月22号星期五 新加坡红法行程